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我是木莉 記得要先開啟西西字幕喔 不然沒有字幕喔 大家有測過MBTI嗎? 我先說 我是很I的人 我覺得東京很適合獨履 特別適合向I人獨履 因為東京交通方便 基本上還算安全 不要去太危險的地方 對於I人不用跟太多人交流 你又可以保有你自己 你想溝通的話還是可以溝通 但是你不想說話的時候 你也可以靜靜的安靜著 就坐在河邊喝咖啡 或坐在街邊喝咖啡 坐著發呆都可以 接下來我想要介紹 用西瓜卡 手機版的西瓜卡 這次想要介紹給大家 日本相關的APP 常去日本的人應該需要喔 像西瓜卡 它最高一張可以存2萬塊日幣 一次最多手機可以有8張西瓜卡 還可以存Eco卡跟PASMO 西瓜卡建議要記名 記名的話 如果手機換了也會比較方便 遺失了也找得到 手機用B的很方便 但還是要預防系統的大故障 以下是用蘋果手機 找設定錢包 加入卡片 接下來 按加入卡片之後 去找交通卡 交通卡找到日本 找西瓜卡 按繼續 選擇你要儲值的錢 然後看清楚 同意 就是付錢囉 之後它就會顯現出來 你除的錢 還有它上面 你現在所剩的卡 下方的快速交通卡 你可以設PASMO 也可以設西瓜卡 都可以 先來看APP 天氣APP這個 這個它最上面我已經設定了仙台 這一拉下來地點設定 點進去 上面已經有設定好的仙台 青森紅錢這些地方 下面有三個綠色的加 就是你可以加的地方 我們現在來加 加哪裡呢 來加東京 東京的中央區 好確認 好確認 好它就在上面了 這裡可以看到 6月12號的天氣 現在時刻的天氣 溫度 還有濕度 還有隔天的天氣 濕度 溫度如何 好我們現在把 中央區 我想要移到第二個 去地點設定 去地點設定 這裡有 左邊 移上去 它就去 第二個了 中央區 回去 就看到 中央區在第二個 這個天氣APP 它可以看到 在最上面的地方 可以看到今天跟明天的天氣 現在是如何 濕度 溫度 還有明天 濕度 溫度 會不會下雨 下雨的幾率幾% 都有寫在上面 它也可以看到 兩個禮拜的天氣 它的 右邊最下面有個 1 低1 那個是不確定 它如果是確定的話 就會像 1低1的上面是 加 政治幾好 加的幾好 這個天氣 它可以看兩個禮拜 所以你可以依照 你的當天的行程 或者是你整日的行程 去決定 天氣如何 然後要去哪裡 下雨的話 就盡量不要去戶外活動 或者是 你沒有差的 就盡心的玩吧 也看得到地震 或其他天氣圖 最後還是 建議大家 出門前 都還是把這個APP 大概下載一下 介紹給大家 萬事橋 可以來這裡看火車 喝咖啡 它在JR秋葉原站 走過來大概10分鐘左右 就會到了 接著 我們去橋的下面 它這裡 有時候會有一些展間 有時候是賣場 有時候可能有咖啡廳 這裡面涼涼的 也有冷氣 冬天的話可能有點冷 這個下面 還蠻特別的 都是我喜歡的那種 清水模 N7N8這裡 找到這裡 有一個電梯 坐電梯上去吧 我們去一家餐廳 一家可以看到火車的餐廳 也可以用走的上來 這個是電梯上來的地方 右手邊就是餐廳的門口 可以後衛 進去之後它有一些甜點 小小的減餐 小小的減餐 有火車了 坐在這裡就是很放鬆 很舒服 也沒有很多觀光客 大部分都是日本自己人 就在坐在這裡 聽著火車來來回回 就這樣放空一個小時吧 喜歡看火車的人 也可以抓緊時間 它會同時 左右火車同時進展 外面的地方是比較沒有冷氣 或沒有暖氣的地方 你也可以要求要坐外面 這裡是如果走樓梯上來的地方 這裡曾經看過很多人都在這裡拍很多的照片 因為它這邊背板是白色 剛好打燈 介紹給大家這個地方 很愛的人你們都去哪裡呢 去哪裡 獨履呢 推薦給我吧 下次見 see you next time see you 去哪兒 去哪兒